美军黄蜂号两期攻击9月2月初在贝利宾海域起架F35B,以致行其印太战略,让绝得是在其门口跳舞扬威。 图F35B在黄蜂号起飞,为,因因美军在南海活动日渐增加,近期增加了在南海的军事部署,一空警服500预警机,高新6号反潜机,苏35战机等三大王牌武器组防御网,以应对美军航母战斗群和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的威胁,并巩固南海将域的防卫力量。 近期美军在南海的活动不仅反增,也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军事部署。 例如2月6日早上,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的空警,副500预警机起飞,执行战备巡逻任务。 在此之前的1月24日,在西太平洋的美军黄蜂级两栖攻击舰F-35B闪电二战机升空时,大约同一时间,空军也派出苏35战机,前往巴士海峡进行演练。 而更早的去年底,在海南岛成立了由多架GX-0高新6号,分前积极组成的航空兵部队,它将提升中国南部海域的反潜战力。 空警副500空中预警机报道称,这三大王牌平台所形成的战力,可有效应对大陆南部海域大部分的威胁。 从以往美军在南部海域的活动来看,构成严重威胁的,主要是美军的航母战斗巡,和潜艇和战略轰炸机。 长期以来,雷根号与石台尼斯号核动力航母,都是非绿丁周边的常客,他们率领着大批舰艇在这里耀武扬威。 海经城出动神盾驱逐渐到,新建岛交周边去挑战一番。 最近,随着携带F-35B战机到黄光机两栖攻击间的到来,未来会有更多的F-35,在这一海域突现。 而江苏-35部署到南方,可有效对付F-35,同时也会获得几乎有相同战力的苏-30MKK2与-16的支援。 高新6号反潜机报道指出,另一个在南部海域上空十分活跃的机型,是美军B-52H战略轰炸机。 几乎每隔两个月左右,就会有两架B-52H飞地东沙及西沙之间的海域进行活动,明显是对南方进行战略威慑。 而新进部署在群岛副空警副500可机时发现,并监视B-52H空炸机的活动,同时只会引导苏-35、苏-30MKK2与-16进行拦截半飞。 当然,空警副500不仅刻发现B-52H,还可有效跟踪,并识别F-30M战机或B-2空炸机逼近,因为空警副500所使用的雷达,具有识别一些目标的能力。 苏-35战机,赴南海战斗巡航,图新华社当然,美国的核潜艇除了跟踪出杆逊罗的核潜艇外,还经常逼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耀武扬威,包括SOSUS系统,海底反潜室内战略,水下反潜机器人系统,越海洋侦查为新组成的网络。 苏-35GX由高线6号,反潜机的融入,将使着的网络更完善更严密,再配合093B攻击和潜艇,与039B型AIP常规潜艇,将使美军和潜艇,被隐蔽活动越来越难以得逞。 报道认为,印太战略的实施步伐将快,更多的美军作战平台会更加频繁的南部海域来耀武扬威,这必然会进一步恶化这一海域的局势。 右空警复-500预警机,GX-6反潜机,御苏-35战机这三大王牌镇守南疆,南方海域的防御会越来越牢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